在陕西华县潘家园皮影艺舍里 老潘头的年龄最大 他是华县有名的皮影艺人 乡村金陵的红白喜事都爱请他去捧场 这个戏班的艺人都是农民 种了一辈子的地 唱了一辈子的戏 这些皮影艺人不知唱了多少本戏 也不知给多少对新人带来了欢乐和祝福 四季奉法号 行啊 迟到 起 这些皮影艺人都是大甲子 下来突然说 那支有些人跟我说 这一辈子骑的吗 一辈子骑的 二辈子骑的 肯的 那绿子上座的 那一套 寒套名套 青套 松套 腾套 元套 这种地狱就骑的 中国的皮影戏历史悠久 相传起源于汉朝 兴盛于隋唐 公元十世纪的宋朝进入鼎盛时期 我们从电影《霸王别姬》韵味流动的画面里 深深感受到了戏曲人物表演的魅力 戏曲人物通过舞台用形体和唱腔 向人们讲述岁月中发生的故事 皮影戏艺人用竹签记载着皮影人 一代代传承的历史 当年的很多著名的经济演员 像承眼秋 梅兰法 都和他们关系比较密切 皮影戏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田地 直到今天在馆中 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儿歌吧 在帘幕上看到的皮影 很难看清楚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细 其实它的制作过程相当的复杂精细 先说说选料 要精选厚而坚韧的牛皮 经过抛制刮净牛毛去掉里面的脂肪 然后进行打磨 直到平滑光亮 第二步便是雕刻 皮影的雕刻机翼实际上就是刀法的艺术 皮影艺人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 将绘画与雕刻融为一体 以刀带笔将人物 井物雕的准确传绳 最后我们说一说染色工艺 皮影的着色采用传统绘画工笔重彩方法 人物 井物 动物 大都以红 绿 黑 黄为主要颜色 或夸张 或淳朴 或细腻 起到了渲染人物和突出井物的作用 通体 透剔和四肢灵活的皮影 总是让人赏心悦目 爱不释手 这种古老而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品 深受群怒的欢迎 现在有很多人把皮影作为艺术品 来欣赏和收藏 皮影艺术因为是一种综合的民间艺术的形式 所以它从演出 音乐 文学 绘画 是具有了一种完整的综合的样式 尤其是在这种材料制作的手段上 而且又特别的有特色 所以在这种情景中间 皮影艺术的发展 它就吸取了很多像中国的剪纸的技术的特点 夏天是农闲的时候 也是老盘头最忙的时候 每当这个时候 就会有人请他去演皮影戏 现成一家火锅店刚开业 想请老盘头去唱皮影戏 老板专程到家里去请他 我这火锅店等嘴巴开业的 开业的我给你 你知道我连想隔壁球员 就是看就是留了一个老人 你说这应该看你这 就是这这这这种 你不就看 我眼中咱们跟我说这个 被人家连想这些年关系 我去这也做年龄大的人也做 他就说那一说 我说那东西 你觉得你找个花线呀 哦 就在花线嘛 嗯 你这看你这 哈在这 这样一帅得赚钱吗 哈哈哈哈 新年我一回家五月八号 之前我有学习 我整个大五学习 我有别人还得 我那一回给你五学习 几回好给你五学习 我做 擦这次打击呀 那呀这 哦 是那一本习得赚钱吗 哎 那时候就让那一学习得赚钱 擦这这五学习 是吧 我说你好多压折子 哦 压折子型吗 是 那一压一本是多长 一本 就一本能多长时间 想看 一本长了 一本长了 那一本长时间 一压折子型 这几年皮影戏渐渐红货了起来 每场一本或折子戏 都有不同的价格 陕西是皮影戏的发源地之一 由于许多地区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 这门古老的艺术 反倒保存了下来 皮影戏又有电影始祖的美称 它的艺术效果是借助于被称作量子的影窗 通过灯光 音响 唱腔和演员操纵的影人表演来完成的 这次声音 非打些社会各界 喜乐乎客 非为民主 反怀和空安 即现晚上 何养姓 乐仙 救赴生命里 等应 老一人 盘兴乐 老先生 就是西班高 平大眼眼策 等应 埋杂和 还有 宠传 解税 等 物质的需要 围杖背后 我们看到五六个民间艺人 正在那里忙活 有边跳边唱的 有又拉又吹的 还有敲脑波又整理披影的 一个人身兼树脂 难怪有人给他了一个美誉 中国农村最传统的电影 戏班子里最重要的人物 叫前手负责唱念 掌管皮影全部人马活动 和布景的签字手叫登笔下 上档 下档和后槽 则分管二弦字 板弧等乐器 总之五个人各有各的分工 长期演出 他们已经配合得非常默契 能唱老本子戏的人已经不多了 而十三岁拜师徐毅 演了六十多年皮影戏的老潘头 一个人能唱两百多本 如今他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孙的身上 老折子戏在皮影戏的演出中是最难唱的 戏份中的生诞金莫丑都在老潘头 从诗后传承了下来 已变成他的绝活了 父传子子传孙 乡村田天的皮影就这样一代代地在 沿袭传承中保存了下来 在张艺谋指导的电影《活着》中 老潘头曾和他的戏班表演过皮影 葛优拜老潘头学艺 饰演背景离乡的皮影艺人 演得唯妙唯宵 皮影戏深深扎根于农民中间 许多地方的皮影戏班都是半农半艺 农民们自制皮影 自编自演 使皮影戏成为农村的一种主要娱乐形式 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孩それ以后 这的是维生 但挺多艺啊 当我现在在基建逝栏移 Τεκ 其他人 Agora walkthrough 他rokram哔的 这一次的话 他就拍了眼睛 我說 Floiko 你不要看了他的眼睛 他送 Deswegen 他上完了 后面が弄像 那不是没有老做人 老爷爷爷的牙瓜 表扬人家就老的人 小的人 大的人 那配合一块 那都很不想 就会是那配合的 那我配合不着一块 那都不用意识 不用意识 老盘头唯一的徒弟 也有六十多岁了 现在能唱皮影戏的人不多 能唱几十部大戏的人更少 陕西华县的皮影 玩玩腔 生蛋静默丑 全由一个人包唱 不但要有一副好嗓子 唱出男女老少不同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 必须非常熟悉 故事内容和唱腔 一提起戏 老艺人就有不少的感慨 老艺人过去就是唱了 谁遗留到这种玩玩腔 这五个人配合这一台子戏 那个清后战队公司 真压着 以假假思维 才竟然都不能乱象 这本戏 这本戏要理解 你就要把这本戏 以谁要理解的 因为这个参加皮影戏 这些剧本都是离世 这个形式剧本 这个顾价也多 所以文字型的东西很显奥 所以你在尺门压的时候 你又不动 你要问一下这个老虾什么什么 就给你解释 你自己把那油龟挂通了以后 才能给别人讲说自己 你这个台上奔个压戏 就是给大家 就是给它 解释一世一样 如果单看皮影本身 它是一种平面艺术 人物景物 都是雕刻在薄薄的皮字上的 平面形象 甚至它的呈现空间 幕布也都是平面的 而皮影的造型就不同了 一般采用侧面 俗称五分面 这样做 是为了便于皮影 在幕布上操作 幕布是平面的 皮影只能左右 或者上下运动 而不能前后移动 皮影的脸谱 源于舞台戏曲 造型丰富 按戏曲 声淡静默丑的模式设计 将不同角色 最有表现力的部分 进行变形和夸张 其中 眼睛和眉毛尤为重要 小蛋和小声的脸 一般从额头到鼻尖 只用一条倾斜的直线 显得秀丽别致 尖胸人物的脸 则夸张眼珠 描出眉毛 让观众一看 便知好患 丑绝的脸谱 一般都是呲牙咧嘴 为了增加诙谐性 还在眼睛周围 加白圈 在一些妖怪 精灵的形象中 皮影有着 更为直接的装饰方法 鲤鱼精 是将鱼的形象 直接当作引人头 而蛤蟆精 是将蛤蟆的形象 与脸谱 集合在一起 这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 影人没有面部表情的缺陷 也增添了皮影的审美情趣 千百年来 皮影戏 作为一种古老 而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 广泛流传于民间 形成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流派 而操耍和演唱 都是经师傅心传口授 和长期勤学苦练而成的 在皮影演出中 唱腔非常具有地域特征 它几乎和皮影演出 融为一体 无法分开 皮影戏的唱腔和造型 在各地千差万别 各地流传的皮影戏 大多以当地的方言 和香音离曲来演唱 因此各地的皮影戏 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剧种 在河北唐山一带 传统皮影戏的唱腔 非常的独特 综合了高腔 京剧 烙亭大鼓的唱腔 演唱时 艺人们用手掐着嗓子唱 使声带便系 唱出的声音 不但在形象上 与影人的形象吻合 还可以节省很多气力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在唐山本地 就有听影的说法 意思就是 看皮影时 更讲究听那质朴 优美亲切的家乡调 操纵表演 是皮影戏中 最具魅力的艺术 齐永恒 中国著名的皮影表演艺术家 人称火影人齐 八岁随父亲登台 表演细腻生动 他表演的皮影戏 被称作是 闪电般 无数般的艺术 因为我从13岁开始 嘲讽皮影 学皮影的时候 这苦的基本功 念在手上 不是一般的 就可以就可以 一个基本功 念到了 还是不信 因为这个皮影 你这个 你这个 翘下来 哪都大就是 为什么哪都大就是呢 省大经厨 就由你一个人表演 你把这个人物 那个角色 和那个唱唱 唱词 就要记到头里 你才是能表演出来 一个 就是让把众喜欢的 剧目 这个搞表演的里头 你看这个 圣诞经过头 神仙老虎狗 都从我们手里边出 我给您表演一个 就是说 您一看 我不用说 就是少女 怎么叫少女呢 就你看啊 就从这小跑 两个手错动 跟这两个手的 相互配合 两个手说 少女 成年妇女不一样了 成年妇女 特别是这古代的妇女 出来 很端庄的 很正经的 行动很稳当的 出来了 动作也是 摸鬓脚 整理衣服 转身 都是很稳当的 就证明人家很有家教 是大家闺秀 做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很稳当的 还有一种老太太 老太太出来了 老太太出来就是很 老麦隆东的 战场巍巍的 或者是再拿一个棍子 出来就不一样了 很多的地方 就观众看着比较傲妙 国产人们就利用火 那会儿老姻呢 他有专门的这个姻 这个人手也很高 拿这个火纸 把它点着了 闷了它 不能让着着 得闷了它 搁在底下 用的时候拿起 到处到这窗户上 啪一抖 这个龙啊 喷火了 或火云弄在小口上 这个着火了 就是这东西 真火 前面看着 那个你要不 手艺不好 你想能把窗户点着了 那就完了 所以那个是非常高的手艺 他有很多噱头 噱头什么就是演出的效果 这个 这个效果呢 不是一般的效果 它是特技效果 你想想什么呢 你想想什么呢 冰尾龙上来了 哇 嚼着 一张牛皮 收录喜怒哀乐 半边人脸 尽显 中间嫌恶 人们把皮影戏称作 隔止说书 因为皮影戏一出现以后 它就和讲史说书 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演绎 民间传说 武侠公案 爱情故事 神话预言等 都能够入戏 传统剧目 大约有一千多种 折子戏 单本戏 和连本戏的剧目更多 并以手抄本的形式 世代相传 人们围坐在影窗下 观看出神入化的表演 倾听如期如素的唱念 品味跌宕起伏的剧情 难免会与自己的生活经历 和感情体验联系起来 常常莫名地感动 看似简单 而又平凡的皮影戏 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皮影戏般年复一年的忙碌着 不同的场合唱着不同的戏 娶媳妇唱天仙佩 坐寿唱八仙上寿 几十本戏装在肚子里 通常一出戏 要唱上几个小时 有的大戏 一直要唱到天亮 转发着无穷的 未经交部 又究人现象